高雄的神工医院1949年在五福三路创立 当时叫做乐人医院 是全台第一家的天主教医院 提供战乱后的医疗资源 而后来改名为神工医院 也迁移到建国一路上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为高雄的长照服务注入更大的医疗量能 2022年开始我们更是因为 因应超高的事物即将来临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服务范围 更扩大到燕巢 在我们会设立一个圣工家园 营养性补充 就是准备迎接超高雄社会 失智跟失能长辈的需求 做照顾的提供 神工医院即将在燕巢地区 新建一座长照中心 扩大原本院内的护理之家服务 提供给长辈全方位的照顾 住宿型的服务 就是说有失能跟失智198床服务以外 我们也有居家型就是到社区里面去 我们的社区医疗 社区照服务员 社区复健 社区护理等等到家里面去 去照顾在家里面的长辈 也协助他们的照顾者 另外还有社区型 就是我们会有30个人的 失能的这种日间照顾中心 来照顾白天需要照顾的长辈 而未来将会和社区及邻近的学校合作 营造幸福家园的意向 让装备老友所周 更多关于圣公家园计划的详细内容 3月21日尽情锁定高雄都会台 加个好友吧 叮咚 记者邱建讯林嘉义高雄报道